这是大秦战神银华的最后一战 突破十万敌军的包围驰援咸阳 他们只能出动一千人 双方相差悬殊几乎是个必死的任务 主帅魏章想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带队的人选 却被银华一把接过 纯爷们银华喝下最后一碗酒便率领人马冲了出去 万军从中 一人一马居然没有一人能扛过一招 不愧是大秦战神 然而双拳难敌四手 在十万人的包围中 银华还是负伤被打落马下 本就不利的局面瞬间变得岌岌可危 眼看银华危在旦夕 留守后方的魏章终于坐不住了 然而即使加上魏章的人马总共也才一万 在十万人的包围圈里依然是躺壁挡车 很快也被敌军包围 可银华看见魏章来源 第一时间想的却是失守的丹阳城 战场厮杀多年 从没有弃过城的银华自然这次也不会例外 拼着负伤将魏章送上马 一个用力便将人送出了包围圈 一瞬间所有的压力再次到了银华头上 议员面对数十人的包围 他丝毫不决 每一次出手都要带走一个敌人 可到底是寡不敌众 随着一根根长矛打在身上 这位大秦战神终于还是走到了生命的境界 就在这时援军终于到了 可包围圈里也只剩银华一人 被十几根长矛刺穿身体 只剩最后一口气的银华 看着远处赶来的敌军 露出了一抹笑容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位大秦战神临死前还在想着他的丹阳城 他十八岁入军旅 二十一岁便成为议员主帅 拜卫国 退楚国 战七国 谁想打秦国 必须要跨过他的尸体 大小战不少于一百场 虽有败计却从来都是冲在最前面 如今这位大秦战神终于走了 姗姗来迟的迎击 还是没有看到弟弟最后一眼 然而银华的死 依旧没有挡住楚国大军的前景 他们这一次就是为了消灭秦国而来 主帅景翠一心拿下咸阳 听说秦国的大军已经逼近楚国都城 也丝毫不管 这个时候回源已经来不及 只有拿下咸阳才能逼秦军撤退 得到消息的米元想劝人撤退 景翠居然直接将人绑了 大战在即 战场之上只能有一个声音 如此决绝的进攻 也让留守咸阳的银四没了主意 此时咸阳守军只有一万 根本撑不了多久 四处球员的路线也都被堵死 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拖 拖到秦国主力回源 银四决定派一小伙人去烧了储君的粮草 一旦成功 这一战或许才有转机 所以绕着大军走 不做纠缠 毫不知情的景翠刚刚抵达咸阳 便发起了进攻 一连攻了几个时辰 眼看胜利在望却突然收到消息 大军粮草被烧 知道大势已去的景翠一口 八二年的老血 坑出只能下令撤退 这场对大秦来说 堪称王国危机的齐楚发起 终于以齐楚惨败 大秦惨胜收场 大将军营吉祥为弟弟报仇 趁势起兵攻打楚国 一口气把楚国打他 让其短时间都没有实力攻打楚国 没想到话一出口就被张一驳回 此时的秦国刚刚损失十几万将士 已经无力在这儿 面对刚刚想要消灭秦国的楚国 只能再次修好 这是张一入秦以来 剑言第一次被驳回 银四更是当场拍而起 口口声声绝不可能 然而 此时的秦国还有第二条路能走吗